周也是台湾第一对成功分割的连体鹰 钟仁和钟义 日前哥哥张钟仁脑溢血不幸离世 上午举办告别式 包括前总统马英九 还有当年帮兄弟俩执刀进行分割手术的 前台大医师陈维昭都到场治癌 另外弟弟张钟义在现场也感性地喊话说 他很想念哥哥让人比损 白色鲜花布置墙上挂满 生命斗士张钟仁生前的照片 在哥哥的告别式上 弟弟张钟义感性喊话 在有年921地震的时候 那时候摇晃得很厉害 哥哥就突然po在我身上说 弟弟你不要怕 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 我都是无法忘返的 哥哥虽然不在我身边 但是他的爱一直都一直跟随着我 哥哥我现在很想你 一想到哥哥离世 弟弟钟义速度难过到说不出话来 回想哥哥生前上广播节目时 还曾经说过这段话 如果假设我先走 那弟弟谁来照顾 现在还好有他老婆 那我可能心中的大事可以放下来 兄弟俩是亚洲也是台湾第一队 成功分割的连体鹰 当年中人中义出生时 下半身共用骨盆还有三只脚 胸部一下也是相连的 成了关系最紧密的兄弟 直到快三岁时 才由台大医疗团队手术成功分割 如今哥哥钟人过世 当年为他们指导的医师也不舍 为了哥哥好好活下来 然后哥哥如果想做的事情 有些事情他能够帮得的 就帮他把它完成 把生命勇士的角色 扮演到绝佳的地步 让我们非常感动 身体的残缺并没让张钟人 在生前对生命感到失望 反倒和弟弟张钟义更拼命活出自我 尽管张钟人这位生命斗士 最后因为脑溢血离世 但他对生命的热情和积极的精神 永留人世 记者原始于远宇 SNG小组台北报道 中文字出现 中文字出现